而且我覺得這顏色本人非常的有質感 尤其你們可以去留意XXXX這個色號 它上起來真的是非常之美 哈囉大家好小米 今天大家分享的是4月份的美妝新鮮貨喔 這次的美妝新品呢 我個人覺得包裝扣們一定要認真看 因為我覺得這次很多很美的包裝 那一樣我們會從開架到專櫃都分享 然後完成我臉上現在幾個妝容 那如果你想知道我用了什麼產品的話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首先第一款呢要來分享的是 愛瑪士的天然無暇隔離霜 他們家出產品的順序比較特別 就一開始先從唇妝然後腮紅到近期出了底妝產品 那其實他們家的精品是以馬術為開端的嘛 所以其實一子牙他們都很提倡說 要戶外活動啊 讓你身心舒暢那種美好生活體驗 因此他們的底妝也是比較以主打自然清透的妝感為主 所以我覺得很特別的是不是先出粉底 是先出隔離霜 那這瓶隔離霜呢 它的防曬係數是做SPF 30 PA 3個加 那比較特別的是它是以狂霧性的防曬為主 那色號的話我覺得以隔離霜來說出滿多色號都有 12個顏色 我那天試的話我用的是20 D300的顏色 那給你們看一下它的包裝 它做的是這種軟管式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蓋子的地方 有一個愛馬仕的壓紋logo 比較低調簡約的感覺 好那我們就來上妝吧 那他們家比較特別的是隔離霜 還有特別請調香師來調香 所以你聞到的時候它的味道 我個人蠻喜歡的欸 就是有點綠茶彈目 比較清新的那種香氣 聞起來是不會有壓力的 然後質地的話呢就很像乳液狀 我先上半臉給大家看 我在臉中心這個三角區塊把它推開 我覺得還蠻好上的就是你用手就可以直接上完了 所以我就今天直接示範用指腹把它上妝 我覺得這味道好舒服喔 就是不會有壓力的感覺 真的很像在大自然放鬆的味道 然後也蠻好塗抹開來的 就是很自然滑順 那我實際用下來啊 我覺得這一瓶它好處就是它非常的好上妝 就是完全沒有難度 那潤色效果它就是輕微潤色 就是你會覺得你的膚色變得稍微比較均勻一點 但是它的遮瑕力真的偏低 就是黑眼圈啊 痘疤什麼都還是要另外遮 如果你今天懶得上底妝 或是你本身的膚況比較好的話 這一瓶很適合就是你直接上 然後再上一層蜜粉去做輕微定妝 我覺得就蠻適合現在的口罩妝容的 好接下來第二款底妝我要分享的是這個 engishfree的無油無濾淋毛孔控油氣墊 這顆呢是他們家非常有名的蜜粉餅的 算是家族成員 那我發現它的包裝配色也很像 都是那種有一點點帶淡一點點 Tiffany綠色的感覺 那這顆氣墊呢給你們看一下 它裡面一樣有鏡子粉撲還有這個蕊心 那比較特別是它的粉撲上面有做了小氣孔 就是方便你在沾那個粉的時候 它會比較透氣感一點 就比較不會一次沾取到太多太滿 我今天用的色號是21N 然後比較是自然偏暖色調的色系 好那我們就來上妝 你可以看到它的遮瑕度其實我覺得蠻好的 就是一上上去啊 它的毛孔遮瑕力還有均勻膚色的效果 我覺得都還不錯 所以你記得用量不要到太多 你可以少量多次的去堆疊 然後很明顯它就是會有一個斷光的那種 剛上妝的時候會有一點點帶斷光的妝感 那這顆啊我自己用了之後 就是它剛上起來會比較斷光 然後它會慢慢收乾變成有一點點霧光感 但其實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乾肌 一上上去你沒有做好保濕的話 你會很明顯臉上會有一個粉感 但很成奇的是 因為最近這幾天不是比較熱嗎 我那時候假日就是出門 大概上妝三四個小時 有一點點微粗和粗油之後 它會變成一個還蠻漂亮的奶油肌 所以這顆我覺得它本身 控油跟持妝效果表現是還不錯的 但是比較適合出油肌膚 就是可能混合到油性肌 那如果你跟我吃一樣乾肌的話 一定要在夏天 就是你可能戶外時間比較長的時候 用會比較適合 不然你一般時間在冷氣房 或是秋冬用都會太乾 好接下來呢 是這個Bobbi Brown的全方位奶油遮瑕筆 以及全方位奶油校色筆 他們兩個是同家族成員 所以我就一起介紹 那外型長的幾乎也是百分之八十一樣 就是你會發現下面有膚色的這個是校色筆 然後只有一條膚色的是遮瑕筆 所以大家不要搞混了 其實這兩款是他們家之前的遮瑕霜 跟遮瑕組的筆狀產品 因為他們家遮瑕其實很有名嘛 所以他們就推出了一個更方便攜帶用的筆狀 那校色筆呢它總共推出七個顏色 它比較特別就是主要拿來校正你的膚色 像譬如說黑眼圈比較深的話 你就可以先校色再遮瑕 它會有更完整的遮瑕度 那它有分兩種色系 像我手上這個蜜桃色 它就是比較適合自然膚色 或者是你黑眼圈比較帶青色調的 然後另外一個陶瓷色 它就是比較適合本身膚色比較白皙的人使用 那我們就先用這個校色筆 來遮我的外年黑眼圈 那他們的教學是說你在眼下畫一個到底 所以我就是先這樣 然後你可以用指腹或者是美妝蛋 或者是刷具把它推開 那我今天用一個最簡單的指腹推開的方式 然後你不要怕那個顏色比較深比較橘 它是會讓你的黑眼圈的黑色先變成比較乾淨一點的顏色 然後再用適合你的膚色去遮掉 再來呢我會用遮瑕筆畫更大面積的大V 在這個地方 然後一樣你就用指腹去把它推開 那我覺得這個筆好處就是 它用量超級無敵好控制 就是我要用多少它就是畫一筆就好了 比較不容易像遮瑕液那樣子可能很容易失手 然後我覺得它拍開之後也很清爽 就是不會有那種很厚重的感覺 那其實我覺得它這個遮瑕筆啊 優點就是好上色 然後質地也蠻乾爽的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是偏乾肌 眼下又特別乾的話 我自己覺得它的質地就是一定一定要做妝淺保濕 再上這個比較不會到太乾 但如果你是混合就是出油性膚質的話 我覺得這款就非常適合遮那種萬惡黑眼圈 然後再來就是它上起來的那個遮瑕的妝感 它其實戴口罩也是相對比較不容易沾染的 所以如果你本來就很喜歡他們家的那個遮瑕膏 遮瑕柱的話 可以試試看這個筆狀 因為我覺得它上妝真的太方便了 我用手這樣拍拍就可以遮這樣子 還蠻完整 但遮瑕力有到把它沉以上 接下來呢是這個愛瑪士的霧面幻顏蜜粉餅 我特別把這個橘色盒子拿出來就是 我其實不太會收藏彩妝品的外盒 但你不覺得買了愛瑪士 就是外面這個橘色太清點了嗎 我就把它保留下來 那它的這個蜜粉餅呢 你看裡面包裝 它本人很美 因為我個人很喜歡這種黑白色系 它做的我覺得是比較低調簡約 不會到太奢華感的 然後聽說它的這個包裝還特別找 設計過Dior啊 Balenciaga的精品設計師來做設計的 那打開來呢 裡面是有一個愛瑪士的小壓紋 然後還有附個小鏡子 但是它沒有任何的刷具 它刷具要另外買 它有出了一個蜜粉刷 但我沒有買 然後我就想說 今天我就直接用粉撲來上妝給大家看 那時候我試的第一印象就是 它的粉質非常的細緻 就是你抹在手上啊 你會看到我的毛孔啊 會被有點柔膠感 但是真的沒有什麼粉感 所以我上在臉上啊 我上給你們看 你不要用量太多 然後我就會 你可以拿那個粉撲 像磨皮一樣 然後在臉上這樣畫圈 然後我會先上在 比較容易出油的梯子部位 然後最後余粉再稍微到眼下 眼下稍微定妝也會讓你的眼妝比較持久 那整體來說我自己最喜歡的是它的粉質 因為真的非常的細緻細膩 然後再來就是它上起來 我覺得有點像是 一抹之後有個柔膠濾鏡感 所以它的柔膠毛孔的效果其實還蠻不錯的 然後上起來就會比較偏霧面 如果你今天想找一顆蜜粉餅 它是可以讓你比較不容易沾染口罩的話 我覺得這顆就很適合 好底妝完成之後呢 我們進入眉眼彩的部分 來分享這個 Integrate的光燦甜心眉眼盤 這盤呢 顧名思義 它就是眉彩加眼彩的綜合組合 然後它有出兩個色系 我買的是OR711 比較偏橘棕色調 那它另外一個是比較帶粉色調 那這盤呢 你打開也會發現它裡面有六個 六個顏色 我手都比錯 它是他們家非常經典的眼影盒 跟眉粉盒的remix版本 所以你可以發現 左半邊它就是可以上眼影 然後中間有鼻影眉粉 甚至可以上到眼線 然後附了一個雙頭的刷具 這雙頭是一頭可以畫眉毛 然後一頭可以暈眼影 那我們就直接先來上眉毛 眉毛的話我會沾取五號 它寫數字還蠻方便 用尖尖的這一段 我們先從眉峰下手 然後畫到眉尾 然後再慢慢往眉頭暈 眉尾的部分我會再稍微沾這個六號色 去加強它的深邃度 然後我們來畫眼妝 我先用這個膚色珠光色去打底 再沾這個粉色調 到我的眼皮中間色 這個顏色比較沒有那麼的重 它有帶一點點透明感 就比較日系眼影的感覺 最後我用裡面的刷子去沾這個橘棕色調 當眼皮的主色 然後我會畫在眼中靠近眼尾這個地方 慢慢往外暈染 好那整體來說呢 這盤我自己算是不會很推 為什麼我講一下原因 首先第一個就是 它是他們家明星商品的綜合組合嘛 可是啊 它的這個眼影盤 比它單賣的少了顏色 然後眉粉盤也少了顏色 然後你等於買這盤只會有一支刷具 但是價格其實價差 跟它兩盤分開買 沒有到差很多 那我就會覺得 那我幹嘛不買原本的眼影盤跟眉粉盤去上就好了 再來就是 我覺得它的刷具設計沒有那麼的人性化 像眼影的部分啊 它附了這一個是比較像是可以暈染的這個刷子 但是如果你今天上的是燭光色的話 它的亮片色比較容易飛粉 所以比起來我覺得更適合用 它本來眼影盤附的那種海綿刷具 比較服貼均勻也相對比較不容易飛 然後眉粉的部分也是 它附了一個這個 筆狀刷 可是我覺得這個真的沒有很好上 因為它的眉粉你要上的話 其實更適合那種邊邊的斜角性 所以其實我今天上的這個眼妝跟眉毛 都是另外在用我自己平常刷具 才可以畫出比較好看的妝感 所以如果你說 喔我今天新手只想用這盤 畫出一個很漂亮的妝感的話 我自己覺得難度是比較高的 所以這盤我覺得 反而沒有很推 你不如就分開買你本來想要的眼影盤 跟眉粉盤就好了 好接下來呢 另外一款眼影是這個 iMimi的我愛心鑽光寶石眼影 這顆呢 人如其名 它的包裝真的就是做了 小巧好攜帶 然後是兩顆鑽石的感覺 那其實我那時候第一眼看到這個眼影的時候 有一點 倒抽一口氣 因為市面上的眼影其實不管是日系韓系 比較多可能霧面珠光 頂多做到微亮片色 但是這一盤啊 它真的就是給你鑽石 就是很明顯的大亮片感 我今天想要用的是這個 比較帶土中色調的玫瑰色 是1號 那我在上之前先上了一層霧面的打底 因為我自己覺得它是純珠光色 有一個霧面色做一個打底色 其實它的顏色會更有一個層次感 那我就直接用指數來上妝 好我們先上上面這個珠光色 我上在眼皮的中間 我發現它的亮度其實蠻明顯的嘛 然後有一點點絲滑感 再來呢我們上這個 真的是比較大亮片的這個鑽石光色 那它的質地是稍微帶有一點點濕潤感的 然後我們直接點綴在眼皮的正中央 喔有沒有 BURR亮 亮片感非常之明顯 那我們就輕一點 好 這款它的主打呢 就是說打造韓團的類鑽妝 那我覺得那時候我都還沒有看到任何文宣廣告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感覺就是韓國女團在上的眼影啊 它的閃度真的非常的夠 然後我自己實際試用下來 我覺得它的持久度表現也蠻好的 就是這個亮片到晚上就是一整天持妝下來 它的亮度是還在 但是呢就是你要記得你在手沾取的時候用量不要太多 因為太多的話它的亮片比較容易 呃堆疊在一起 那我覺得那個閃度就沒有那麼的精緻 就是如果你本身喜歡那種韓系女團妝的話 或是你想要那種眼神的亮度很夠的話 這一盤就可以試看看 好接下來是這個 KUJI的星雲流水眼線液 這支眼線液有出六個顏色 那我手邊的是黑色 那其實蠻多人會好奇說 KUJI的彩妝要在哪裡買 其實就跟它的精品櫃是放在一起的 所以如果想找他們家彩妝就是要去櫃上 就我所知目前好像還沒有網購 那這支眼線液呢 是跟他們家近期唇釉 我等一下會分享一起推出 那它主打就是 行雲流水 然後畫起來會有一個斷光的光澤 那我一樣就直接上妝給大家看 好我們剛剛已經畫了內眼線了 那我眼線液通常就是拉眼尾 所以我就從眼尾的部分往外拉 然後在床下方把它填補起來 OK眼線完成 好那整體來說我用下來呢 我覺得它滑順好畫 然後出水量也蠻適中的 但其實那時候一開始我收到 我就是現在手上試 它會稍微有點微暈開 可是我試在眼睛上 它的持妝表現跟抗暈表現 我覺得是還OK的 不過因為這一支眼線液它的價格要好像1400 所以我覺得性價比偏低 我個人是不會想要再回公 因為畢竟開架就有很多好用的眼線液了 好最後唇彩要分享兩款的時候 先是這個Gucci的青色雲霧唇釉 這支唇釉有出九個顏色 那時候我在IG上分享 就非常多人說 希望敲碗可以看上妝 那我先講一下它的包裝好了 它的包裝做的是金色管身 我覺得就是有點小奢華感 因為畢竟他們家有時候 也會帶一點點復古的這種氛圍 然後上面有印有Gucci的LOGO 那唇釉本身的刷頭呢 是比較偏小一點點帶斜角 那這一支啊 它的妝感就是一上妝的時候 你可以看一下 它是有一點點就是 比較帶濕潤然後霜狀的感覺 可是呢它乾掉之後 會慢慢轉成粉霧狀 然後你不想要上到太飽滿唇的話 我自己會先上唇中 然後再慢慢暈染上去 然後顏色的顯色度也很好 那你可以看到它現在收乾之後 它就會慢慢變成比較粉霧感 可是我覺得它這個粉霧感 不會讓我覺得很乾 因為它裡面添加了精油啊 玻尿酸 所以我會覺得它上起來的質地是 對於容易有唇紋來說 算是相對友善的霧面唇釉 那我自己實際試用下來 我覺得它的持久度表現非常的優秀 如果你是很怕一吃東西 然後顏色就掉光光的話 可以上這一支 它吃東西之後 大概還有50%的持色表現 好最後一樣唇彩呢 要來分享的是 YSL的黑絲絨煙管唇膏 它的別稱叫做小黑條 其實它就是之前出了 小金條小銀條 然後這次有一個小黑條 那我講一下這個系列的顏色發想 就是以 1966他們家非常招牌的 音速紅色為基底 然後調了不同程度的裸色調 那1966這個來源 其實是當初 就是外者先生 他就是打破那個女性主義的疆界 就是一開始以前可能女生都只能穿裙子嘛 那他那時候就以比較大膽的剪裁 推出了煙管褲 所以才有1966這個色號的來源 那我今天想要用他們家 我覺得調得蠻漂亮的311裸色 然後來上我的唇 那他們的外型做的都跟之前小金條小銀條一樣 像是這樣方形管身 然後這個顏色呢 我覺得他跟我本身的唇色非常的接近 就有一點點MLBB唇的感覺 然後妝感 比較有點偏向融霧感 那我覺得這一支呢 他是比試在手上顏色更好看 而且我覺得這顏色本人非常的有質感 就是屬於你今天想像一個螺色 可是你很怕太淺眉氣色 然後我自己又不喜歡太粉那種 真的很像乾燥玫瑰 他反而真的就是有一點點螺粉 棕混合在一起的感覺 我覺得他顏色質感非常的好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質地 他其實他比較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的霧面感 他有一點點融霧感 可是他的那個融霧是稍微帶一點點滑順感 所以你在塗的時候你會感覺他非常的滑順好塗 然後他也會讓你的唇紋比較變得不會那麼的明顯 所以這支我覺得算是上在唇上之後 加分蠻多的一支唇彩 尤其你們可以去留意311這個色號 他上起來真的是非常之美 好完成了我臉上現在這個妝容 那這次的美妝新鮮後呢 比較特別是從開架到精品彩妝 價格非常的懸殊都有 然後也是綜合了就是近期比較熱門的幾款彩妝 來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要我挑一款就是 這次所有裡面我自己最驚豔 然後最想推薦的話 會是這個耶 YSL的菸管唇膏 因為這支311上起來算是出乎我意料的美 因為我其實比較常上裸色 因為我覺得怕氣色不好啊 或者是他不夠秤膚色 可是這一支我覺得應該女生接受度會很高 擦起來也非常適合春夏的一款唇彩 好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支影片 別忘了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可以點這邊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